这群武林高手在林中拼了命地跑 可追着他们的却只有一顶轿子两名轿夫 轿夫单手抬轿 边扔边跑 一气一落 便有百米之距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众高手仅必无可避 打算拼死一搏 却见轿连掀起 分出树骨黑气 一众高手连对方的模样都没看清 便纷纷摊人倒地 没了生机 忽恩咳嗽生气 轿夫便似街道命令般应声而去 跑了一个 取权死了 那就再追吧 跑不远的 于是竹林中便有了快马先行 而粉嚼后至的奇怪光景 直至一处闹市 那筋疲力竭的高手 才终于在对方的穷追不舍下促然倒地 他吓得肝胆剧烈 慌张起身薄刀握紧 嘴上喊着射人的口号 脚下却心虚的不住颤抖 便在此时 一领粉嚼从天而降 咔嚓一声 那是骨头碎裂的声音 声落轿台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依赖大侠横石街头 却无一人敢替他收尸 直到平日游手好闲的混混走上前去 才惊觉 大侠还有一席尚存 告诉郑总表头 南方六大标局全完了 青荣会要灭北方标决 青荣会 那可是江湖上最神秘的杀手组织 目尊从所谓仁义道德 只按自己的规则行事 会内设365个坟坛 对应一年的365天 各坛主以日期为号 各自有命 而方才出手的教中之人 便是以7月15为号的坛主 西门玉 他上完人后便一路向北 来到一处阴气极重的极寒之地 你们在这儿等着 只见他神清肃穆 脚步匆匆 穿过朦胧白雾 来至一处山洞 洞中有一扑团 西门玉剑之便贵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甚至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利索 属下 属下已把从南方标局 通来报信的标识收拾掉了 不过 听说北方标局 已经听到消息 正准备联手对抗青龙会 你有对策了 西门玉寻着声援看去 他的对面 竟是两条身负铁链 面目可怖的汉帝蛟龙 他们是传说中的荒谷凶盛 也是这青龙会 唯一的主人 至于是何等人物 将他们封禁于此 西门玉无从得知 他只知道 如果在三个月内 不能灭掉以镇远标局为首的 北方标局 他就得死 走出山洞 西门玉呼绝杀鸡四伏 蒲丛一动不动 叫中似乎有人 他若无其事的上前 刹那间杀招斗陷 可教练掀起 死的却是自己的蒲丛 他当机立断 急忙不想身后斩去 又错了 西门玉猛然回头 看向他用两条人命 所换来的最后答案 正要提到上前 忽然牵口一通 石箱软筋伞 效果还行吗 听闻此言 西门玉这才凡然醒悟 你在脚脸上下毒 是啊 可怕你功夫太高 那么一点药不受用 所以 前头那位大哥的刀柄上 也涂了些 仇杀 谋杀 刑杀 正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却见到小混混将手 伸进了自己的口袋 西门玉暗爵好笑 向他纵横江湖数十载 如今 就栽在了一个 劫材的小混混手中 而且对方很有原则 一次指头五十辆 带得银两道手 解药立即奉上 他的缜密心思 已经阴狠手段 就让西门玉 起了稀才之心 将小混混转身要走 急忙开口说道 两人分别以后 又有一人进入山洞 此人名叫刘兴 年纪轻轻便已是青龙使者 论地位 比那威名赫赫的西门玉 还要高尚一击 今日龙主有令 要流行到来武林之宝 孔雀灵 此物乃孔雀山庄 独门暗器 除却庄主邱天明以外 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模样 但世人皆传 这孔雀灵发动之时 犹如孔雀开平 辉煌灿烂 敌人目眩神秘之际 便已魂飞魄散 三百年来 已经不知有多少高手 都死于孔雀灵之手 但这点困难 对于青龙使而言 还不放在眼里 其实流行早已在 孔雀山庄埋下眼线 经过打探得知 孔雀山庄有个规矩 在少庄主大婚隔日 庄主就会将其带紧密室 将孔雀灵传之于他 恰好自己多年未见的 发小邓玉如 正在和孔雀山庄的 少庄主谈恋爱 心狠手辣的流行 竟找到邓玉如 直接将其掐死 随后在易容成他的模样 欲向少庄主逼婚 这一夜阴风四起 邪悦当空 有人憨然入梦 有人彻夜未眠 但谁也没有注意 这一夜正是浩劫 太时的前夜 各位少侠 日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